你好,欢迎收看2月1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卢宇慧 花莲县政府举办了休闲农业体验活动金子奖 以永续作为竞赛主轴 在13号也举行了竞赛优胜的颁奖仪式 同时也特别邀请到荣获永续认证的旅数业者和在地的餐饮业者 进行媒合交流,一起来推动花莲在地农游特色活动 农业处指出,休闲农业体验活动金子奖 特别邀请到专家学者,进场辅导报名业者后才进行竞赛 目的是实际协助业者优化提升体验活动,与日俱进 让造访花莲休闲农业区的旅客能够有更卓越的体验感 13号下午在县府大礼堂 县长徐政卫也同时颁证十家特优业者以及最佳伴手礼业者 伴家的爱玉是我们看到唯一全国对爱玉的品种 唯有台湾才有这个爱玉的品种 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文化以及农业的资产 我们在座还有小雨蛙或者小青蛙或者是很多的体验 都在这几年因为COVID 大家不能出国的时候反而台湾的人深入了各县市 深入了各地方去做体验的游流 而发现这块土地的珍贵以及这块土地的宝藏 然而我们如何让这些文化能够有序 如何让我们的农友能够在环境和经济以及文化 这一些的这个拉力或是角力当中 我们能够得到永续的旅游永续的平衡 我想未来这二十家的这个二十家的参赛者 我们也会逐步逐步的以及辅导团的模式 来行驻我们大家一起让这块土地更好 此次汇集了花莲县五大休闲农业区 寿丰马太安五鹤东丰罗山以及周边业者 共同优化二十种结合在地特色的体验活动 花莲县副议长许雪毅以及多位议员 寿风农会总干事都到场祝贺 那我想呢往后我们就是农业处 这一次真的非常感谢你能够结合我们 里游业这个农特产品以及我们休闲农场的这个部分呢 让我们的外来的观光客都能够体验到 我们花莲的好处 县长许正伟表示 未来县福也将会持续协助业者优化 期盼能够带动花莲县农游观光人潮 希望透过优化的十家业者作为示范店家 来鼓励五大休闲农业区业者 能够勇于突破框架 优化现有的体验活动 我们放棒 棒 记者凌结花莲室采判报道